好,我们进入第六章的第六节 建设工程索赔 索赔这地方你看也是每年四分 非常固定啊,四分的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索赔的分类 简单于了解啊 索赔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分类 是不是 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 承包人和分包人之间 承包人或发包人与供货人 承包人或发包人与谁啊 与保险人 这几个索赔的关系 知道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 按照索赔事件的性质进行分类 第五个内容 我们直接看第五个啊 不可预见的外部障碍或条件的索赔 即施工期间遇到的一个 有经验的承包商 通常也不能预见的外部障碍 你有经验也不行 你比如说地址条件和预计 或者是业主提供的资料不同 下面挖出了什么 挖出个宝藏了 对不对 挖出个古墟了 这些怎么办呢 或者出现未预见的什么 岩石 淤泥或地下水等 由谁来承担 导致承包人的损失 这类风险通常由发包人承担 即承包人可以据此提出索赔 不可预见的外部障碍或条件 比如说主要是 地下 地下 低质条件的不同 我们再看 不可抗力是件引起的索赔 在西满的菲利克施工合同里边 不可抗力 通常要满足以下条件的特殊事件的情况 第一个 一方无法控制 该方在签订合同之前 不能对此进行合理防备的 发生之后 该方也不能合理避免或克服的 不主要归咎于他方的 你看 不可抗力这事 既不是业主 也不是我们承包人干的事 谁干的 老天干的 是吧 而且怎么着 发生前你没法预防 发生之后你还扛不住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件造成的承包人损失 通常由发包人来承担 由此承包人可以据此提出索赔 好了 事工期间 承包商可能预见的 不能预见的地下延时 导致 工期的拖延 不是上期的拖延 工期的拖延 这类风险由谁来承担 这类风险由我们的发包人来承担 答案是A选项 好了 反索赔的概念 反索赔的概念 在我们的2018年的2件 5月份的2件考试当中 考到了反索赔 我们同学考完试 就发微信给金老师 说金老师反索赔到底什么意思 注意反索赔并不是指的是 倒打一耙 是什么意思呢 是反驳反击 或者是防止对方提出索赔 不让对方索赔成功 或全部成功 这就是反索赔 听明白了啊 反索赔 也就是反击反驳 就是反索赔 好了 我们看下第四个 索赔成立的条件 索赔成立的前提条件 索赔成立应该同时具备 以下三个前提条件 这个要求会莫写 与合同对照 世界已造成的城邦人工程项目 成本的额外支出货 直接工程损失 我们说了 我们说了好比啊 有一次这样是上完课 直播课程上完之后开车回家 晚上十点多了 然后在路上呢 让人家怎么着 开车给怼了一下车屁股 等红赔说我我停住了啊 因为是个下坡 后边的车呢 溜车了 撞了我的车屁股 好了 我下来之后呢 是不是我得看看有什么损失呀 有什么损失 下来之后呢 我说你把车往后倒一下 是吧 我就擦干净了我的车屁股 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任何损失 任何破坏 能找人索赔吗 索赔不了 因为和合同对照 世界没有造成什么 额外的支出 或者直接工期损失 没有损失 你就没法索赔 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 必须有损失 要么是成本损失 要么是工期损失 再一个造成费用增加 或工期损失的原因 按照合同约定 不属于承包人的行为责任 就是这个事不是我干的 对不对 不是我自己干的 也不是我应该扛的 对他说的风险责任 你比如说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 既不是我干的 也不是发报方干的 那就看这个锅该谁背 对不对 这个锅该谁背 再一个 承包人按照合同规定的程序 和时间提交索赔意向通知 和索赔报告 一定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 提出索赔 那么这几个点呢 既可以在我们惯例出题 也可以在案例出题 在案例里边怎么出题呢 第一个 让你判断有没有损失 其实这个点不太好 不太好做 是吧 这个点不太好做 那么其实更多的考他 你比如说不可抗力 到底能不能去索赔 你这得分得清楚 再一个 这件事到底是谁的责任 你得给他捋清楚 还有 偶尔会考一次时间的问题 说 在6月1日出了事 你在8月1号才去索赔 索赔还能成立吗 是不是就不成立 索赔 按照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去做 三者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那有同样说了 如果考试说 他只提了其中的一条 注意啊 这几年的案例考试当中 相对题目出的 都是比较严谨的 都不会漏掉了 他都会把这个事情 给你阐明 即使他不考这个点 他会说 你比如说 按照规定的时间和程序 提出了索赔 那如果不说 那就说明这个事没有 你不考虑 不要考虑太多啊 好了 这是我们说 在案例里边出题怎么办 我们看一下索赔的依据 合同文件 法律法规 工程建设惯例 都是索赔的依据 合同文件 法律法规 工程建设惯例 那么索赔证据里边呢 我们看一下书证 哪些是书证呢 你看 就是和文本有关系 合同文本 财务 账策 欠条 欠据 收据 往来信函 以及有关权利的判决书 法律文书 法律文件等 都属于书证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 建设工程索赔成立的前提条件 A 与合同对照 世界里造成的承包人 工程项目成本的额外支出 或者直接供期损失 是不是一定要有损失啊 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造成费用增加或供期损失 额度巨大 超出了正常承受范围 额度巨大不巨大 没有任何关系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索赔 费用计算正确 且容易分析 和容不容易分析 也没有关系 然后造成费用增加 或供期损失的原因 按照合同约定 不属于承包人的行为责任 或奉献责任 这个是对的 承包人按照合同规定的程序 和时间提交索赔 一项通知和索赔报告 这也是对的 答案是A D 好了 我们再看 索赔证据中属于书证的事 书证就是文件文本 对不对 书 协议书 往来的信件 判决书 这是不是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我们的 书证 答案是B D E BD 好了 再看索赔的方法 首先是索赔一项通知 首先在发生索赔事件之后 或者是承包人发现了 可以索赔的机会 怎么着 首先要提出索赔一项通知 就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 将索赔一项通知 用书面的形式 及时通知给发报人或工程师 向对方表明一个索赔愿望 及要求或者声明 保留索赔的权利 这是索赔程序的第一步 第一步 好了 索赔一项通知 要简明扼要的说明 索赔事件是有发生的时间地点 减要的情况 这是我们说 索赔一项通知 有什么简单的看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看索赔资料准备 以及索赔文件的提交 索赔文件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总数 论证 索赔款项的计算 还有证据 我们总结一句话叫 总论证算证据 是吧 总论证算证据 总数 论证 计算 和证据 总论证算证据 总论证算证据 其中这里边 哪个部分是关键部分 注意啊 不是证据 我们同学老觉得证据是关键部分 论证 部分是索赔报告的关键部分 也就是说 你能把死的说成活的 这是最关键的 对吧 说的让他赔你 这是最关键的 论证是最关键的 好了 在实施过程中发生索赔事件 承包人首先要干什么 首先要提交书面的索赔印象通知 对不对 答案是必选限 承包人向发布人索赔时 所提交的索赔文件 主要有什么 证据有没有 论述有没有 合理性论述 总述论述 就是刚才说的 其实就是论证 论证 索赔要求计算书 是不是也有啊 索赔印象通知 这不是索赔文件的组成 答案是ABCD 好了 6063是索赔费用的计算 索赔费用 包括人工费啊 材料费啊 积聚费啊 是不是啊 这些都是要可以去索赔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人工费怎么索赔 对于索赔费用中的人工费部分 人工费是指的完成合同之外的额外工作所花费的人工费用 由于非承包商责任的功效降低所增加的人工费用 超过法定时间的加班劳动 法定人工费增加 以及非承包商责任 工程延期导致的人工 涡工和人工费的一个上涨 都是可以去索赔的 注意啊 最后一句话 一定是非承包商责任 导致的工期 工期延误导致的什么 人员的涡工费和工资的上涨 如果是承包人员 上涨人管吗 人就不管 按照价格低的去给你结算 好了 材料费 由于索赔事件 索赔事项材料实际用量超过了计划用量而增加的费用 由于客观原因 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或者由于非承包人原因 导致工程延期 工程延期导致的材料价格上涨和超期储存费用 材料费应该包括什么 运输费啊 仓储费啊 以及合理的损耗费 包括合理的损耗费 好了 施工机具使用费 这个地方出题的话 特别喜欢考施工机具使用费 包括由于额外工作增加的机械费使用费 非承包商责任功效降低增加的机械使用费 由于业主或建立工程师原因导致的机械停工的涡工费 那如果是涡工费的计算 如果这个设备是租赁的 一般按照实际租金和调进调出的分摊计算 这如果是租赁的话 如果是承包商自有的 一般按照台班折旧费来计算 自有的按照折旧费 不能按照台班使用费啊 台班费 因为台班费能包含了设备的使用费 因为使用了没有 只能按照折旧费 如果是租赁的是按照什么 按照我们的实际租金啊 如果是自有的按照折旧费 好了 利润 一般而言利润是很难去索赔的 什么时候可以索赔利润 范围变更 文件有缺陷或技术性错误 业主未能及时提供现场 这些可以索赔利润啊 范围变更 文件有缺陷或技术性错误 业主未能及时提供现场 这三个可以索赔利润 好我们来看这道题 当发生索赔事件时 对于承包商自有的施工机械 其费用索赔通常按照什么来进行计算 索赔费用通常按照什么来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 A选说台班折旧费 承包商自有的 自有的是不是按照折旧费 不是什么使用费 也不是台班费 所以说是台班折旧费 我们来看这个题 在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 施工机具使用费的索赔款项 包括什么 什么时候可以索赔 施工机具使用费 因监理人员指定错误 导致了机械停工的一个窝工损失 可不可以啊 是不是可以啊 因机械故障 故障可不可以去索赔 人家肯定不管啊 非承包商责任导致的功效降低 增加了机械使用费 可以 由于完成额外工作 增加了使用费 可以 机械操作工 患病停工 这个人家不给你 所以这点是ACD 好 第二个点是 索赔费用的计算方法 有实际费用法 总费用法和修正总费用法 你只要知道 实际费用法就可以 实际费用法是 工程索赔时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关键词 最常用 这种方法的计算原则 是以承包商为某项索赔工作 所支付的什么 实际开支为据 它是以实际开支为据 用实际费用计算时 在直接费的额外费用部分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个间接费或利润 这是承包商应得的一个索赔净额 你就知道最常用的和实际开支 基本就差不多 好了 你看啊 某国际工程是5000万元 某国际工程的合同净额是5000万元 合同实施天数是300天 国内某承包商总承包施工 总承包施工 也说这个总包项目是多少钱 是5个亿 但是我们这题说的是多少 说的是5000万 是吧 这个项目是5个亿 但是我们这个是5000万 天数是多少天呢 300天 300天 那么同期公司的总管理费 总承包管理费是多少 1500万 这1500万对应的是多少 对应的是5个亿 是吧 5个亿里边的总承包管理费 是1500万 因业主要求修改设计 承包商工期延期30天 该工程项目部的施工索赔中 总承包管理费要索赔多少 那好了 也就是说我们 我们的这个合同净额是多少 5000 那么5000万对应的 总承包管理费是多少 5个亿对应的是1500万 那么其中这里边5000万 对应的是多少 是不是对应的是150万的总承包管理费 是不是它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5000万 对应的5000万是不是10倍 所以说总承包服务费除以10是150万 150万的总承包服务费 原来是5000万 原来对应的工期是300天 好了 现在在300天基础上加了多少天 加了30天 我们是不是按比例去索赔就可以了 你就算一下 一天的总承包服务费是多少 一天的总承包服务费应该是0.5万元 是不是对我们这个项目而言 150天除以300 是不是0.5万元的总承包服务费 那你多少天啊 用它一成 是不是应该是15万 是不是要增加15万 其实这道题考察就是按比例去索赔就可以了 答案是B选项 好了 我们再看这个题 实际费用法是工程费用索赔中最常用的一种计算方法 该方法的计算原则是什么 以承包商为某项索赔工作所支付的实际开支 是不是就是实际开支为依据 答案是A 我们就不再看了 好了 6064是工程索赔的计算 工程索赔的计算 首先一个是我们的什么 按照索赔要求和结果来划分的话 注意啊 划分的方式按照索赔的要求和计算和结果来划分 按照承包商可能得到的要求和索赔的结果来划分 可以分为可索赔延误和不可索赔的 对不对 有可以索赔有不可以索赔的 可索赔的是指由非承包商原因引起的工程延误 包括业主工程师原因和双方不可控的 你比如说不可抗例引起的 是不是都可以索赔工期啊 不可索赔的延误 不可索赔延误是由承包商原因引起的延误 那就不可以索赔吧 好了 还可以按照在工程网络计划中的陷入来划分 啊 陷入划分 分为关键陷入延误和非关键陷入延误 由于关键陷入上的任何工作的延误 都会直接导致总工期的一个推迟 因此非承包商原因造成的关键陷入上的延误 都是可索赔的延误 对不对 因为总差是零嘛 直接就可以去索赔了 而非关键陷入上的工作一般都存在着机动时间 其延误是否影响到总工期的推迟 取决于总差大小 用什么 用延误时间 延误时间 减什么 减总差 是不是减总差 如果延误时间小于该工作总差 业主一般不会归于工期 顺延 但是有可能给什么 费用不长 如果延误时间大于该工作总差 非关键陷入上的工作 就转化成了关键工作了 从而可以变成可索赔延误了 因为延误时间大于总差的话 是不是对总工期就影响了 影响就可以变成可索赔延误 这个你知道就可以 还有一种 按照延误时间之间的关联性 有一年考试呢 他就考了这个标题 说单一延误和共同延误 是按照什么来划分的 按照延误时间之间的关联性来划分 可以分为单一延误和共同延误 当然如果听我给大家讲的 这个贡献案例课当中 我就给大家分析了 我们的单一延误怎么搞 共同延误怎么搞 你看单一延误就指的是 只说工作B 只说工作C 只说工作E 叫做分别考 按理题里边通常说 就是分别考虑 一个事一个事来 对不对 这就单一延误 单一延误非常简单 首先看 它是不是在关键线路 如果是在关键线路 就是可索赔延误 如果不在关键线路 那就要看延误时间和总是差 做对比 大于总是差了 可索赔 不大于总是差 就不能索赔 这是单一延误 是不是非常简单 找总是差就可以 其实 如果是共同延误 就比较麻烦 你得分析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共同延误是指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延误 事件从发生到终止 时间完全相同 这叫共同延误 完全相同 这些事件的延误 称之为共同延误 共同延误的补偿分析比 单一延误要复杂一些 当业主引起的延误 或双方不可控制的因素 引起的延误 与承包商的延误 共同发生的时候 首先就是说 比如说A和B两个工作是共同延误 共同延误 A是非承包商原因 B是承包商原因 G非承包商原因可以索赔 承包商原因就不可以索赔了 可索赔与不可索赔 共同发生时 可索赔原误就变成了 不可索赔了 听明白了 就不可索赔了 这是共同延误的惯例之一 惯例之一 好了 还有一种叫做交叉延误 你比如说这是A工作 这是B工作 好了 他俩呢 不是完全一致 有重合的部分 有不重合的部分 你比如说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延误事件 从发生到终止 只有部分重合 这称之为交叉延误 更就更麻烦了 是吧 更麻烦了 那么我们怎么讲 这些延误怎么去判断 你把所有的事件 都带到网络图里边 重新去算 就可以了 这样比较方便一些 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们的共同案例课程里边 对这个举了例子分析了 下列事件 在干扰事件中 承包商不能提出 工期索赔的事 不能提出工期索赔的事 开工前 业主未能及时的交付 施工图处 可不可以索赔 当然可以 对不对 这是可以的 工程师指示 承包商加快施工进度 加快施工进度 导致你工期延误了吗 导致我们的工期损失吗 都没有 这当然是不可以的 恶劣气候条件可以 未及时的支付工程款 倒是工期延误也可以 所以说这点暗示 必选项 好了 我们再看这题 非承包商原因导致 非关键陷入上 某项工作的一个延误 如果延误时间 小于该工作的总是差 非关键陷入上 非承包商原因 本来这个 从原因上分析 是可以去延误的 如果延误时间 小于该工作的总是差 则对此项延误怎么着 工期给不给延误 不给延误 你比如说 我们的延误时间是三天 总是五天 求说是负二 代表什么意思 负二代表 你还可以得瑟两天 是这个意思吧 不影响总工期 而反而你还可以得瑟两天 那能不能给你工期顺延 不需要顺延 一般不会给予工期顺延 但是 可能给予费用不长 注意啊 是可能 没有说一定 是可能 当然是递选项 好 我们再看这道题 工期延误 划分为单一延误 和共同延误 和交叉延误的依据是什么 刚才说了 是不是事件之间的 关联性 你看这种反向四周围的出题方式 你得注意了 他不考下列分类是什么 他考怎么分 这个比较麻烦 答案是A选项 好 我们再看这道题 某工程的 石标网络计划 如下头所示 下列的工期延误事件中 属于共同延误 共同延误 好了 你给我说概念 起点和终点都一样的 这就算共同延误 好了 他说 C和G属于共同延误 C和G 八干打不着呢 起点和终点 还都连不上块呢 D和F D和F也不是 这叫交叉延误 是不是有相交叉的一部分呀 交叉的是不是这一部分 A和B 起点和终点都相同 起点是0 终点是3 终点是3 所以说 他俩是什么 是共同延误 所以说 A和B是共同延误 所以E和F E和F也不是呀 E和F也是交叉 部分相同的是交叉 所以这俩是C选项 好 我们再看 工程所批的依据和条件 说 在我们 合同释放文本里边说了 在合同旅行过程中 发生下列情况 导致工期延误 或者费用增加的 由发包人承担 由此延误的工期 或者费用增加 且发包人应支付 承包人 合理的利润 哪些情况呢 发包人未能及时 未能按照合同约定 提供图纸 或者是提供图纸 不符合合同约定 发包人未按照合同约定 提供施工现场 施工条件 基础资料 许可 批准等开工条件 发包人提供的 基准测量点 基准测量线 实际点 书面资料存在错误或输漏了 发包人 未能在合同约定的 日期支付工程 预付款 进度款 或者是工程结算款 坚定成 未能按照合同约定 发出指示批文 或者是批准文件的 合同 专用合同 规定的其他情形 这些都怎么着 可以 要求 发包人由此承担 延误的工期 费用增加 且支付合理的利润 好了 这个题 长出题 下列可以顺延工期的 有 发包人比计划开工日期 晚7天下来开工 是晚 晚5天 应该是晚7天 7天以上 7天以内没有 7天以内 超过7天的 未能在7天以内 也就是超过7天 发包人 未按照合同约定 提供施工场地的 是不是可以 发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 存在错误的 可以 建立未按照合同约定 发出指示或批准文件的 可以 分包商或供货商的延误 这个可以吗 这是不是不可以 这不可以 所以这两个案子 只能是BCD BCD 好了 再有一个是 工期索赔的计算方法 怎么索赔呢 一个是直接法 什么是直接法 直接法就是 如果是在关键线路上 是不是 这个延误几天 就影响工期几天 还有一个是比例法 什么是比例法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看这个例子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 某基础是出现的意外情况 导致工程量由 原来的2800变成了3500 原来是40天 现在是多少天 是不是原来是2800 哎 2800 现在是3500 原来是多少天 原来是40天 现在是多少天 X天 是不是一乘就出来了 一乘就出来了 X等于多少 是吧 是吧 用2800除以7是4728 5735 20 是不是 原来现在应该是多少天 50天 现在是50天 原来是40天 你可以索赔多少天 可以索赔10天 可以索赔10天 当然怎么算都可以 怎么算都可以 你看这 我们这个 讲一项公式算也可以 50天 卷原来的40天 是不是就索赔10天 是一样的 怎么都可以 当然刚才说的 按照什么 工程量的比例 是不是工程量由2800变成3500了 还可以按照什么 还可以 如果这里边规定了 什么工程量增减 10%是由承包商承担的 这怎么办 10%由承包商承担 那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着 数本来是2800呀 2800 上辅10%是多少 280是3080 到这人家都不管了 超过这部分的人家才给你管 好了 按照刚才的工程 用3500减去2800乘以110 是不是 10% 上辅10% 只有这部分的才给你去管 你说说 这个工程到底什么意思 好了 我给你写成汉语 这是原工程量 乘以什么 乘以 这是原工程量 括弧 新工程量 减原工程量 就OK了 如果你理解不了的话 你把这工程抄上 原工程量 原工程量是2800 新工程量是 3500减去原工程量 是2800 当然 如果说 规定了 风险范围的 要原工程量 乘以相应的风险范围 是不是 这个事我们就说完了 再一个就是网络分析 网络分析 是不是就带到网络图里去找了 好了 某土房工程合同约定 合同工程是60天 工程增减超过15%时 可以提出变更 好 实施过程中 因业主提供的地质资料不符 导致工程量由312增加到了4800 则承包商可以索赔的工期是多少天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原则 原来的工期是多少 60天 乘以 分母上是原工程量 原工程量是多少 60天能干多少活 是不是干3200立方米的 然后新工程量是多少 新工程量是4800 风险范围是多少 风险范围是15% 也就是由3200乘以 1.15 或者是115% 这就是我们承包商 可以索赔的工期 索赔的工期 实际上就是按比例来 答案是C选项 而是1天 好了 第六章第六节 建设工程索赔 索赔的依据 索赔的方法 以及索赔费率计算和工期索赔 重要的在工期索赔 我们就说完了 其实工期索赔 是结合着我们第几章 第三章出题的 第三章出题 当然了 它其实更多的是在案例里边出题 好吧 掌握了方法 做什么题我们都不怕 这是第六章第六节 大概再呢 第六章出题 在配